在伊朗及俄罗斯情况也同样 写历史的几乎全部是定居农耕地带的人们 而且大致是任用与军事无关的文官 例如在中国是受过儒教教育的科举官员 在俄罗斯是基督教徒的东正教的祭司们 他们为了隐瞒长期心甘情愿 服从军事力量卓越的游牧民的统治的事实 不愿意承认自己被人统治过 自己给人当奴隶 从认为自己具有文字记载悠久的传统 定居于农耕地带 是优越的社会形态的立场出发 对历史进行再整理和叙述 另一方面在蒙古帝国的后裔游牧民方面 最重要的只是口头传承 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的自己一族的戏谱 戏谱都是贵族啊 都是这个部落的领主之类的啊 这个普通人是没有什么戏谱的 和成吉思汗的扎萨 扎萨就是法令 就是蒙古的习惯法 并且遵守这些 由于他们这些游牧民 没有为了自身存在的正当化而书写历史 因此除了系谱 系谱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些王爷呀 贵族啊 谁是谁的爹 谁是谁的儿子啊 记载几乎完全没有留下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 所以从被统治者的立场出发 解释的历史被普及 直至今日啊 因为后来这个游牧民啊 蒙古人不行了 都是那这个这个定居的 像俄罗斯啊 中国啊 伊朗啊 就是翻身了 翻身之后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吗 是吧 这样根据历史书 蒙古帝国崩溃后的中央欧亚草原 就被视为完全黑暗的时代 曾经广袤的蒙古帝国的领域 被这样说明 说是啊 野蛮的游牧民离开了文明的中心 恢复到了昔日的 无秩序的生活中去了 这是一种曲解 对 这不是完全的事实啊 清朝和俄罗斯帝国分割中央欧亚大陆 蒙古帝国后裔们的历史 没有得到正确的叙述 除了他们自身遗留下来的文献 很少之外 还有别的原因 一进入17世纪 就是16几几年啊 离现在大概400多年 在中央欧亚草原 昔日蒙古帝国的东西两端 与以往的游牧王权 不同的新型国家 满洲人的清朝和罗曼诺夫朝的俄罗斯 诞生了 清朝在1636年建国之际 从元朝皇帝后裔那里继承了统治的正统性 实际上就是那个查哈尔蒙古 那个那个林丹汗啊 那个传国玉玺啊 当然也有人说那个玉玺没有啊 是假的 但是一般认为是真的 那个林丹汗啊 他跟这个清朝开仗啊 林丹汗的查哈尔也欺负其他的蒙古人 像什么这个这个扎哈沁啊 扎哈沁可能没有 像这个这个这个喀拉沁啊 像这个科尔沁 也就是浩日沁啊 欺负这些人 因为他认为他是正统的 正宗的 而且他是地位高的 所以那些人后来都投降了清朝 跟清朝联姻 然后一块来打这个查哈尔 林丹汗后来逃到哪啊 叫大草滩 大草滩在甘肃 有的说是今天的这个天柱 藏族自治县的大草滩 有的说是这个 肃南玉古族自治县的黄城滩啊 反正总之吧 在那儿被杀掉了啊 然后他老婆他儿子投降了 然后那个 好像他儿子叫布尔尼王子吧 反正把那个那个传国玉玺 就献给了这个黄太极啊 是这样的 而俄罗斯于1575年 刘里克朝的伊凡雷帝时代 从金藏汉国的后裔韩 啊 阿尔尊啊 阿尔尊啊 这个乌多乌鲁 手中取得了继位的手续 可以说这两个大国 都有着十足的 认为自己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家的 继承国的啊 这种意识 但是与此同时 这两个大帝国都有着强烈的领土意识 领土意识啊 要占领更多的领土 还有非核意志 就是那种民主的雏形也没有啊 实际上就是独裁 权力被集中于君主 就是皇帝嘛 一人手中 与蒙古帝国相比 具有更为强烈的近代的模样啊 那种模式 近代模式 清帝国和帝制俄罗斯 各自从东西两端 进出于中央欧亚大陆 剑刺啊 就是逐渐的啊 慢慢的征服了蒙古帝国后裔们的游牧王权 那就多了 那金帐汉国分裂成什么蓝帐 白帐 什么阿斯特拉罕 西伯利亚 克里米亚 啊 这个达加斯坦 分成好多啊 在19世纪的后半叶 就是1850年以后啊 中央欧亚大陆 被这两大帝国完全分割到 各自的统治之下 这是这位公邪淳子的 日本的这位学者的看法 当然中国大陆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俄罗斯是一个侵害者 当然你站在蒙古人的角度 或者日本的角度 这个这个观点啊 看法又不一样了啊 从有关斯基泰 斯基泰是个古老的游牧民族 及匈奴人的记录产生以来 直到最近 居住于中央欧亚草原的游牧民的 生活方式基本是相同的 游牧民的财产就是家畜啊 例如蒙古称马羊 这个羊指的是绵羊 马绵羊山羊牛骆驼为五处 是吧 五处啊 其他的不算啊 蒙古语管这个牧人啊 放牧的人牧民叫马拉庆虎 马拉庆虎啊 内蒙古有个作家叫马拉庆夫 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牧民啊 马拉庆虎 由于寻求作为家畜食粮的水草 就是竹水草而居嘛 必须在广阔的草原上 草原叫塔拉嘛啊 哈萨克叫塔拉 蒙古叫塔拉啊 迁移 所以没有固定的住房 他们住在蒙古语称为 格尔的组合式的帐墓里 格尔就叫蒙古的高的 蒙古的高的就是蒙古包 高的高的格尔啊 就是蒙古包帐篷 在一定地域的草被家畜吃完之前 你不能让他吃完了 吃完了就露出来下面的沙子 草原啊 亿万年之前是大海 他那个土层是非常薄的 他那个自然环境是非常恶劣和脆弱的 把整个家庭迁移到下一个放牧地 有什么下窝子 冬窝子 十天半个月就搬一次家 在东起蒙古高原 西至南俄平原 也叫南俄草原 广阔的地域里 这样的生活方式 长期以来几乎就没有改变 这是由于在降水量极少 大陆性气候的啊 比较干旱干燥啊 这个这个降雨少 在中央欧亚草原 木放啊 木放放木啊 都一样 家畜 是效率最高的生产形态啊 是这样 这有一张图啊 可以给大家看看 是效率最高的生产形态啊 是效率最高的生产形态啊 是效率最高的生产形态啊